历代至上第十四章 推罗王西兰派使者来见大卫 给他送上香伯木、石匠和木匠 要为他建造宫殿 那时大卫知道耶和华已经坚立他做王统治以色列 又为了以色列民的缘故 使他的国高举 大卫在耶路撒冷又娶了多位妻子 并且生了很多儿女 以下这些就是他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孩子的名字 沙姆亚、硕霸、拿丹、索罗门、义侠、以利舒亚、以法列、挪迦、尼斐、亚非亚、以利沙玛、以利亚大和以利法列 非利士人听见了大卫受高作王统治以色列人 就全体上来搜寻大卫 大卫听见了就出来迎击他们 非利士人来到 亲近了利法因谷 大卫求问神说 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 你把他们交在我手里吗? 耶和华对他说 你可以上去 我必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 非利士人上到巴利皮拉新来 大卫在那里击败了他们 大卫说 神借着我击溃我的敌人 好像水冲破提案一般 因此 他们给那地方起名叫巴利皮拉新 非利士人把他们的神像遗弃在那里 大卫吩咐人用火把他们烧了 非利士人又再入侵那山谷 大卫又求问神 神对他说 不可在后面追赶他们 要绕过他们 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 你一听见桑林树梢上 有脚步的声音 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面 出去击杀非利士人的军队了 于是 大卫照着神所吩咐他的去做 他们攻击非利士人的军队 从激变起 一直攻打到激色 因此 大卫的名声传遍各地 耶和华使万国都惧怕他